原来林更新不是九一少女的梦 而是内鱼明星的噩梦 幼儿郎当的臭男人 不知好歹的 蠢男人 不三不四的野男人 节目上大家需要猜测林更新在剧中的台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画风突然走偏 变成了林更新的吐槽大会 林狗总是能靠一己之力 让半个娱乐圈的人采访提到他都是吐槽 就连玩个游戏都会被王思聪陈鹤骂到体无完肤 林狗应该珍惜和他们做朋友的日子 毕竟大佬和他打游戏靠的不是技术 全凭借摇摇欲坠的兄弟感情 林狗没少在游戏上霍霍人 还要当众委屈诉苦 林更新不光玩游戏被吐槽 还被赵又廷疯狂揭老底 其实都还蛮奇葩的 比如说林更新 对吧 你看从一条狗变成一个人 他花费了多久的时间 但他做到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奇葩的一个奇迹 表面上是一种夸奖 仔细一听 怎么有一种林更新被冒犯的感觉 赵又廷你这样说 考虑过林狗的心情吗 当赵又廷听说林更新经常在网上传播自己丑照 友谊的小传说翻就翻 当场内涵林狗 就是你知道一个过气的人 过世的人 他需要冲一些实力派 然后有流量的人的一些热度 所以我也没办法 一个采访下来赵又廷 吐槽林更新八百遍 已经能想象到林狗平时 脆毒的嘴是怎么把人逼疯的 李雪晴为了吐槽林更新 还专门表演了一场脱口秀 短短几句话将林更新拿捏得死死的 要不说好好的帅哥偏偏长了张嘴 真就是开口雷佳音闭嘴林更新 林狗的气质开关就是自己这张嘴 本来认为这就够夸张的 想不到薛之谦直接在自己演唱会上 对着林狗直接贴脸开大 而此时的林狗就在下面坐着 神情无比平静 林狗被明星吐槽是一点反应都没 被夸奖的时候怎么感觉他都要碎了 有好看的皮囊做饭 越听越不好意思 一秒八百个动作 实在受不了了主动Q下一个环节 快快快快 下一个环节 结果下一个环节是 换个人继续夸 新歌一路成长 我一路追 然后戏里面的角色都很感人 戏外的新歌格外的真实 而且很接地气 对变内鱼的林狗不再怕了 被明星吐槽的林狗一脸淡定 被夸后的林狗一脸害羞无奈 就差把球放过写脑门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